剛剛有人點菜的喔 點菜的上衣 這上衣也很可愛 然後他還有其他顏色 我覺得他這藍色很好看耶 這藍色有點那種水藍的感覺 藍色夏天 就如果你已經有基本款顏色的T恤的話 你可以挑這個藍色的 我們這次有很多那種T啊 很CP值很高的T大家都可以入手 你剛剛拿那個花花洋裝 花花洋 花花洋裝 不是搭在裡面嗎 白色那個 對耶 他跑去哪 沒關係他還有一個白色 好他還有一個白色 沒關係我來我來 這 對啊那邊那邊 白色 他有個白色 白色的話上面字是生藍的 然後如果你是藍色的話是白的字 然後我身上這個是奶茶字 他就是有點他非色的字 都還蠻好看的耶 我覺得這個搭T恤 或是像我現在是搭裙子的話都可以 他的這款的那個布料是比較挺 呃 他不算厚喔 就是中等厚度 有的水洗棉會稍微再厚一點 這款的厚度我覺得就是春夏 春夏薄棉料 不到很那種軟的 它是有一點 它真的算薄的耶 它這款厚度是算薄的 不是厚的 也不是 但不是那種很軟的那種 對 它是有挺度的 所以就是那種 如果你想要把袖子 稍微摺一點的 那種 也是厚 就是有的比較軟的 沒辦法摺 這一件是也可以摺的 這一件的那個挺度是也可以摺的 可以摺 然後穿起來也很舒服 也是涼爽的 彈性好嗎 因為好像有人試試看什麼 彈性 拉拉一下好了 OK耶 很不錯啊 我們拉拉看 就T恤的 就T恤正常的 對 它不是那種超級彈性的 對 有的 像剛剛有一件好像 剛剛就是超級彈性 這一件的話它的彈性 就是這款的 彈性比較好 它比較痠痠 對 這款就是正常棉質的彈性 這個可能就比較再軟一點點 對 然後這個的話就會再挺一點 但是抖一下好了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件真的比較軟一點 然後這件比較軟 這件比較挺 嗯 就是不一樣 但是都是夏天穿起來是涼的 不會 不是厚的 對對對 那吊帶褲配哪一款比較適合 白吊帶褲 新品哪件T比較好 蛤我怕 JJ你問了這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 我覺得 我其實很喜歡藍色的T恤 就是我覺得 如果搭白色吊帶褲的話 我覺得先看你家有什麼T恤 因為如果你家條紋很少 就選條紋 如果你家素肌很少 就選素肌 就你平常也可以搭啦 他難以選擇 如果要搭吊帶褲的話 我喜歡條紋 你喜歡條紋 你喜歡條紋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 我自己喜歡藍色的T恤 可能現在我沒有藍色T恤吧 對 我覺得這個藍色還蠻好看 就如果搭那個吊帶褲的話 就是很可愛 然後很夏天的感覺 嗯 然後條紋的話 就是大家有穿 好 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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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子三個顏色 我現在穿的是藍色的 藍色T恤 灰咖的條紋 青森直紋綿麻直筒裙 青森綿麻 我一直在看褲子 然後找不到我的裙子 直筒裙 然後我穿起來的長褲的話 是蓋過條腿裙的 然後這個的話我覺得 矮哥子的女生也很適合 這一款的版型就真的很S跟很M 很S跟M 如果你是S就是S 然後M就是M 就是它的尺寸就是很正常 沒有偏大或偏小這樣子 所以你要拿正常 不能S 不拿M拿S會真的會太小 然後它是棉麻材質的 棉麻材質 它是這樣棉麻材質 然後總共有三個顏色 一個是粉色的 粉色的 然後一個是陀棕色的 它就是陀色配黑色的條紋 然後另外一個是 藍色條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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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 它有三個不同的色系 搭機選很好看 我覺得如果是搭素梯 冰絲包色款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 如果是雪紡的話 如果是這個我覺得應該也不可以耶 就是另外一種感覺 對 因為它是有幾條紋的 所以上面如果是搭素色我覺得也可以 對 就不同感覺 然後後面是有做引擎大練跟開場 嗯 所以走路上面或是坐下來都是很方便的 對 它是比較合身的 十點半的 我們已經直播了 這邊我們剛剛會試試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他不會是 大家好 因為我們今天